好 在昨天下大雪之后呢 虽然今天荷欢山停止了下雪 但是仍然吸引了大批游客上山 赏雪人多的地方就有垃圾 而今天上午呢 也有一群从台北远道而来的环保人士 徒手捡垃圾 那么边捡边对着镜头做机会教育 他们说呢 每年赏雪季节之后呢 荷欢山都会变成了垃圾山 要请问台湾民众的功德心在哪里 紧紧手拉手因为冰天雪地滑 这些人冒险在白色边波 走过来又走过去 就为了要接力捡垃圾 你别弄了 别弄了 小心 小心 手拿夹子和带子不到五分钟 垃圾马上一大袋 大的有纸箱 小的有槟榔渣 越捡越痛心 荷欢山是一个荷欢嘛 大家会喜欢喜心 然后来这边赏雪 你不要随便吃东西 把东西乱丢 这些环保人士全部都从台北来开车五小时 大老远来到这儿真的只为了捡垃圾 因为年年的赏雪季 荷欢山总会摇身一变成了垃圾山 游客的功德心究竟在哪 毕竟荷欢山很美啊 如果垃圾太多的话 就会把它没很美的东西都没了 这边垃圾对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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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辛苦了 环保人士为了荷欢山的美征的好卖力 有人惭愧也有人加油打气 无奈垃圾仍然多到剪不完 还有人说荷欢山的小时摊贩也要负责任 因为摊山常把垃圾集中往山谷道 听到这儿业者大声抗议 来这边玩的看人满地的垃圾 就是我们荷欢山卖 但是他们都乱丢啊 就是我们乱丢啊 不管垃圾是你的我的还是他的 总而言之 人来就好 别把垃圾留在美丽的荷欢山 中文新闻 陈思源 徐一玲 SNG小组南投荷欢山的采访报道